欢迎回来EBI SQL电子发票的分享平台 我们会逐步的分享更多有关电子发票的详情 EBI很荣幸的邀请到Mr.Ryan Chong来到我们这一个平台 Ryan Chong他是SQL Accounting的官方代言人和e-invoicing的讲师 他也是Syntax Technology的创办人和CEO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看这个视频的话 请你们看回之前的分享视频 以便你们对电子发票有更多的了解 请问综合电子发票有什么特点呢? 其实如果你有开综合电子发票 Consolidated e-invoicing的话 你必须要注意一个东西 当你的顾客向你购买你的服务或者产品的时候 他可以不要电子发票 可是他有权利在同一个月份里面 再回来向你索取所谓的电子发票 你必须要能给到它 而你就要在同一个月里面 把所有的所谓的普通发票或者收据 综合起来 开张综合电子发票 Consolidated e-invoicing 在下个月7号前承报给内陆税收据 而得到核准 这个就是Consolidated e-invoicing 综合电子发票的一个特点 如果商家选择要开综合电子发票的话 有什么解决方案呢? 其实内陆税收局有提供的4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他劝请供应商 可以开发自己的手机程式或者你的网站 让你的顾客可以自己去到这个网站或者手机程式 输入他们的资料 而取得所谓的电子发票 第二个解决方案就是 他们可以通过My Invoice Apps 也就是说其实内陆税收局 除了有所谓的My Invoice的网站之外 他也将会推出自己的手机程式 让你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程式输入你的公司资料 你的产品你的顾客资料 而做出所谓的e-invoice电子发票给你的顾客 第三项就是我们的终端服务系统PoSystem 如果你顾客向你索取e-invoice的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PoSystem来输入他们的资料 把电子发票交给他们 这三项都是当你的顾客向你购买的时候 当下你要做电子发票 第四项解决方案就是 在他购买的时候他不要电子发票 之后他再回来 向你索取电子发票的话 内陆税收局的解决方案 和第一项差不多一样 就是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手机程式 或者你的网站 让他们进去输入他们资料 而索取所谓的电子发票 这个就是内陆税收局所提供的四项解决方案 好如果你们要考虑 购买任何的销售出装系统 或者是会计系统的话 记得考虑EBI CoSystem 或者是SQL Accounting System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谢谢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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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